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YDAN的实验室 刚刚在厨房冲击里发现了一枚蟑螂卵桥 在卵桥的边上还发现了这个家伙 一只刚刚说话不久的小蟑螂 实在太小了 看不太清楚 接下来我将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放大100倍 近距离看看这只刚刚出生的小小墙到底长什么样 可以看到 这只小小墙处须和腿还是半透明的 处须特别长 比自己的身体还长不少 身上的皮肤很有光泽 屁股上还有两根尾巴 尾巴上还有一些细细的毛 进一步放大 可以看到小小墙的腿上长得很光稻刺 虽然十分小 但长相非常凶悍 如果按比例放大到人类这个大小 它后果快想而知了 看到小墙的身体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一跳一跳 应该是它的心脏吧 想不到这么一丁点的东西 骨脏不全 再来看看小小墙的头部 也长了很多毛 两根误会的小眼睛 再来看看它的屁股 屁股上居然长了两个尾巴 太神奇了 先来趁小墙睡着的时候 我们把它翻过来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个嘴巴的构造十分复杂 总用两个尖牙 大部分动物咀嚼东西是上下运动 而小墙却是左右运动 嘴巴边上还有很多用来含住食物的处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浪费一秒钟支持我一下 给我点个赞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